要開箱的集森地景 它也是一層兩戶 千萬美景耶 它其實是義大利的一個品牌 它是Minotti的那個Canary系列 在台灣我們都叫它 所以它可能一片的價格 三、四十萬 跑不掉 超大面玻璃窗戶 那它這一戶擁有270度的大面合景 在台北應該很難找到這樣的景色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的 一個玄關區的部分 我發現一件事情耶 門外的玄關的木皮色跟 它有延伸到它的玄關區 認識到整個一個廊道的動線 那通常其實這邊的話就是一個落成區 那現在很多豪宅的標配 當然是要來一台厲害的電子衣櫥囉 這就是讓我們吃火鍋啊 還是吃燒烤什麼的 很多的味道都可以在裡面直接 真的我昨天吃完燒烤之後 衣服的味道會一直除不掉 在裡面把衣服放進去烘一烘 然後明天就可以繼續穿了 很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我們客廳的空間 哇 千萬美景耶 這個山景搭配這個合景 會讓我完全不想離開家耶 景色是非常的漂亮 交通非常方便 然後如果你想要看一些 車水馬龍的車群的話 在這邊也是都能看得到 你說車流這麼多 那聲音會影響到我的生活品質 這個你就不用擔心啦 你有沒有看到現在其實都非常的安靜 那我們來看一下窗戶看看吧 OK 有沒有差很多耶 然後其實這外面的風也是非常大 因為現在在這個樓層也算蠻高的 建商他們採用YKK的旅門窗 然後搭配一個雙層玻璃 所以在防風跟防音上面 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電視主牆吧 哇這一整面的牆 不會都是用石材來做搭配的吧 對啊 而且你看它石材完全都沒有那種拼接的感覺 它都是用整塊的方式 除了這邊有一條分割線 而且它這個石材選用的是淺色系 讓整個空間不會覺得很很笨重 對然後搭配那個三星的電視 然後跟JBL的音響 其實整個效果算是蠻有氣勢的 我猜這後面應該有一個小空間之類的 那這個空間的話就是書房 該不會是因為有錢人都比較愛看書吧 它有很大面的可以放書的書櫃 接下來是要看到的是 公共空間 然後其實這個沙發也算是蠻經典的一個款式 對我是蠻常看到它 就是這個款式使用在一個很大的空間中 它其實是義大利的一個品牌 它是Minotti的Canary系列 所以其實它在整個空間上是 非常多的一些豪宅 或是一些公設部分都會選用這個 然後包括旁邊的一個小茶几 或是延伸到餐椅的部分 都是使用這個品牌 OK 是蠻整體的一個搭配 然後我們來做一下吧 欸其實它做起來 非常的舒適 它的軟硬度 剛剛好 很適中 躺在這就可以看著 窗外的千萬美景 有錢的人生 那我看這個大理石 就是跟一般的大理石不太一樣 它上面暈一點藍光 不會是有什麼特色 或是有什麼很稀有的大理石 其實它這個大理石啊 就在台灣我們都叫它百達菲力的奢侈 所以它可能一片的價格 三四十萬跑不掉 所以可能很多的設計師 他們都會使用一些奢侈 然後搭配一些空間上的元素 進行整體的搭配 讓整個質感啊 各方面更大的提升 那像在台灣的話 巴黎那邊也是蠻多的食材 跟奢侈的廠商 可以去做挑選 其實我剛剛有跟設計師聊到 他是把整個動線 設計在主動線的側邊 那這邊都是做一些收納的方式 讓你藏於這些門片 與無形當中 就是這樣整體會比較一致性 然後又可以把這間空間 悄悄的經由一些小手法藏在後面 那聽說其實每個門片 都是有不同的效果 好我們來看一下吧 它其實就算這邊沒有對像 前面的大片落地通 它的採光也是很好耶 對啊其實它的採光在側邊的話 也都是可以打進來 那這邊的話每一個櫃子 它都是可以做收納衣服的使用 所以其實它的衣�空間 算是非常多 可以看到它的比較特別設計的地方都是 它其實把衛浴的那個洗手台部分 都是跟衛浴去做一個分割耶 為什麼要這麼做喔 這樣上上然後出來這樣洗手 因為屋主就希望說每個人 就是在這個空間中的人 都可以來使用這樣的洗手台 就不要再去 不會送裡面的人干擾或等待之類的 不會影響 就是它可以上大廁所 我可以刷我的牙 好那看完剛才的這個空間 它就是一個次臥的房間 這台子是次臥的房間 對啊 我們還沒有這個主臥當然是必須要有更衣室 剛才都還沒有看到更衣室 沒錯沒錯沒錯 這個總是主臥室了吧 你覺得它像主臥室嗎 設計師真的做太多小事 他都把太多空間隱藏起來 我其實已經有點搞悔 對啊這邊很適合玩躲貓貓 完全看不出來哪個是門哪個是 真的是真的 對 是一個置物空間 這邊是一個更大的置物空間 看來這個主人真的是有非常大的置物需求 那接下來的話最後是一個門 總是主臥室了吧 這是一個小孩房的不對 對然後這個是給小孩子可以遊戲的空間 然後是儲物空間 那其實可能是因為小朋友關係 所以它整個色調都算是比較淺色性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景色 但它採光也是非常的好 真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餐廳的部分 這旁邊的話就是一個餐廚區 它其實是一個中島的吧檯 然後這邊這個空間其實是在宴客 或是在一些準備一些料理 然後放到那個餐桌上 我覺得都是非常方便 廚房其實蠻簡單的耶 對啊這其實完全不太像豪宅總會看到的廚房 因為一般豪宅廚房 我都以為是那種很大氣色 結果它其實算蠻簡單的 是蠻簡單也蠻好的 對啊然後可能晚上就看著我們的美景 然後一邊做菜 一邊做菜 才是媽媽的幸福吧 那其實這個整個房子都是用隱藏的手法設計 連冰箱都是用隱藏的手法設計 看來屋主真的非常喜歡隱藏任何東西 對把這個打開看看吧 欸蠻重的耶 對 它連冰箱都是選用那種需要很大面積的廚藏的 這個冰箱看來屋主是有非常多的東西 對 然後它也是用那個Bosch的這個品牌 來做整個隱藏吃的冰箱 會有個問題 是你說 油煙問題我要怎麼解決 我很怕油煙問題喔 對 總不然我在那邊吃晚餐看著千萬美景 聞整的油煙味吧 其實這個空間的話就是把 輕食區跟熱食區完全做一個分離 沒有啊 那這邊的話其實都會有一個門的設計 它其實都是做一個完全的阻隔耶 所以當你在煮飯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關起來 其實我很常在很多的家就是這樣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其實很多時候把東西收起來 才是乾淨的 因為我們其實很喜歡做展示櫃 但其實久了之後就是 亂放東西 對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收到起來現在是 如果我之後我有機會 我也會想要做這樣的設計 沒有儲物空間了吧 我們這邊還有個更特別的空間 應該在網路上會很常看到這種設計手法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喔 其實我在IG蠻常看到這個東西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實體耶 而且有時候其實我們會發現 有時候收納的空間啊 做的足夠 但是 我們東西還是會亂放 如果沒有把它分類整理好 喔對 所以這個也可以幫助我們分類 對 我們幫我們分類 就減少買一些盒子 抽抽的盒子 看屋主非常喜歡把吸收台跟廁所分開 對屋主就是要強調他要把洗手台跟廁所 完全的分離 廁所就在這邊 來我們來看一下吧 喔 屋主真的很喜歡食材 他整面天地壁 天美喔 都是用食材 淺攝食材 其實很舒服耶 總要讓我看主臥室了吧 對沒錯 我們現在就要進入主臥室的空間 你把它藏了太久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吧 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更衣廚 標配 標配主要是標配更衣廚 好 他整間的木皮都是用這一種 胡桃木的色 我個人是很喜歡這種顏色木皮 蠻溫暖的 就比較低調沉穩 對對對 就是算很穩重 然後也不用都不用怕他灰塵 因為他這邊都會有做一個玻璃門片 可以幫你做一個主角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就是我們的主角 你可以邊泡澡邊看景 對 非常地開心耶 真的很舒服 我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好宅中的感覺 在這裡泡澡完全就不想起來了 你看那窗外的美景 躺在這 讓我再睡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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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